启动Power BI 在我们的桌面上有这个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有好多种版本 连手机版都有 所以你也可以去下载这个App 那如果说你的桌面上没有Power BI这个捷径 你也可以点所有程式 因为它是微软的产品嘛 所以我们可以去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Microsoft开头的 然后Power BI Desktop里面有这个图示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 它第一件事情 它会去做一些什么 色彩的设定 字形的设定等等 这些它就叫舒子化模型 然后接下来它会希望我们 它会希望我们更新到最新版 其实更不更新到最新版都无所谓 我们不是为了要教你这个更新 我们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有没有看到一个XX 代表这个画面我们是可以关掉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不能关掉的画面 你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有Power BI 我已经有Power BI的账号 它会希望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就先登入 它会希望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不做登入 照样可以免费使用这套软体 所以我们就点选这个XX 这样我们就打开Power BI了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 其实只有做一件事 打开Power BI 好请你们就是把桌面上那个Power BI 先打开 看看能不能正常的打开 看到里面的字 还有我们在教你那个后面 后面我们会教到你写函字的时候 麻烦请你们把解析度看能不能调到稍微降低 也变成1600×900 因为你们现在解析度都很大 1920×1080 那个字都很小 像我是把它调成1368×768的样子 所以字会比较大一点 看起来比较舒服 进去门回去的时候 这个登入是要有代价的 就是要花钱了 它要绑你的Office 1365 Office 1365的话 一个月15块美金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不过不是一个人使用 好像是两个人使用 反正就是要不要登入 你自己再去决定 可是登入有一个好处 你报表就有机会集中管理了 那如果你没有登入 你也不能发行 好 我们继续咯 对 我们的课程会教你登入 我们课程会教你登入 所以你先想办法到时候去 去申请个Harmail吧 你们都有Gmail 对不对 可能Harmail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我到时候还是希望教你们 什么叫做发行 这是进阶班一定要学会的 发行知道吗 所以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说 怎么样去申请 反正你一定要发行就对了 如果你在你们机关团体的话 你可以先使用个试用板 一定要用机关的电子邮件 给你带我来的 给你带我来的 给你带我来的